很多同学说不敢学奇门动革 或者说学了奇门动革 乱惹啊,老师师傅怎么办 我在大一堂课已经讲过 因为奇门动革每个工位都有神 或者有鬼在这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自己是丁火 生你的,比和你的 或者是理气生的 这些就是神 冲你的,黑你的,这些就是鬼 你帮人指导问题的时候 帮人搞这件事的时候 会黑你的 你把这些事处理了 那这帮人一听就听到了 二打六 说要搞我,我先搞你 但是它是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做预测的时候 我们准备做预测开了这个盘 即使用剑子 临,兵,兵,斗,者,阶,震,烈,烈,在,前 再写个封字 再顺时针打个圈 再刀刀下去 就等于是我先将这个盘 那些能量和我隔绝了先 隔绝了先 隔绝了之后呢 那就可以了 那些东西就听不到我在那里说什么 所以才要封盘 很多同学认为这些没鬼用的 你也没鬼用 多少人乱惹呢 我教奇门动教我教了很多年了 只不过我这些人比较低调 我不像有些所谓的师傅 自己都很高调 我奇门动教说真的 以前史面上没有奇门动教的时候 我已经教了 我什么时候教的 我一百年就开始教了 那时候奇门动教也不算是很流行的 我一百年就一七年就开始了 应该是一百年 都教了六七年 我教了这么多 其实都有一些学生或者徒弟 学奇门动教也会吐的 看多两个盘就打陷路了 这些是轻微的了 看多几个盘就肚子啊 便秘啊 发梦啊 这些都算是轻微的 还有些乱惹的 偷偷碰着黑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你给那些能量反晒过去 你给那些因果搞到 你就封了它咯 那就没事咯 明白吗 另外呢 我们都可以学法术的 比如我在道家法术初级班 今天七点钟讲的课堂 做什么都先护着身先呢 吹嘴鼻孔 要先将自己和别人保护好了 才有可能进行后面的工作 明白吗 许光明老师的课堂 我跟你说 每一门课程 我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去教学的 我不是为了教学而教学的 没有必要的 我几十岁的 我是为了显示我的本事 所以每一门课其实都有相关的 比如说你是想做个风水师 一定要有法术跟身的 没有法术跟着你 你迟早来的风水师 你作为一个预测师也是 你没有法术的话 你帮我们拆备了 那你自己就坏了 所以最终都要用法术去兜底 白师傅请问是什么法术 哪一种 哪一种 你学过的 道家法术班 宫廷法术班 这些 但是我不想去搞这些谈 那么随便念咒 随便念咒 可以吗 正所谓 求真求快 不求其 你说随便 人家会保佑你吗 不是说错了 我只念咒 可以吗 我就不放这么多东西了 放这么多东西 什么意思 不用放东西 我不用摆谈 我不用设谈 我就敢念咒 又不用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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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学过我的法术班 学了 法术班很简单 你平时初一十五 有装香的 就OK的了 你熟练了之后 都不用摆谈 你不熟练都肯定要摆谈的 所以很多同学都是这样的 常常以为家里不方便 但是要记住 又想那只马跑得快 又说想养马 行不行呢 肯定不行的 但是是不是每天都要供着他呢 供着那把法线呢 又不用的 初十五供下 你供的时候 认真去供 用香火去供养他 初十五 认真去供养他 或者得客 方便的时候供养他 认真去供养他 你要找到那种感觉之后 很多时候都不用再设谈 所以我教过这个观音护身法 我都说的了 你唸咒语就是了 唸就是了 唸就是了 但是要想着你家里的神坛的样子 是不是每一个款都要念一次 又不用 你如果 学我这个封盘 就可以了 林兵斗者 街震烈在前锋 OK的 那我用了这个封盘之后 去做插宝仪 摆阵摆局都可以了 是啊 就没问题的了 你又没有做呢 我看你做都没有做 那风水呢 风水呢 风水呢 风水也是一样的 风水是否一定要摆盘 风水呢 我慢慢再说 但是一定要学法术的 一定要有法术兜底的 我同学 没有法术兜底 你不要做这个行 我告诉你 迟早出事的 而且又不用学得太复杂去法术的 我也说了 你有一个初班 作为底子都够用的了 记住了 我已经再次去强调这个问题了 OK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希望各位同学 明白许光明老师备课 和设计课程的重要性 法术 奇门 这两样 一定要学 而且法术 一定要用法术进行兜底 那你在 进行帮我们看八字 做预测 看风水 就不会出事了